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坛事件 我是斯基金的李浩德 在一旁是施永青先生 施老板你好 你好 施老板 今天有很多有投资的朋友 都和我伤 今个星期外围大跌 差不多美股跌了3000点 其实上星期早已经跌了 上星期五就差不多 我说这是反映金融市场 对新冠病毒的扩散能力估计不足 最初只影响中国 影响中国会对世界影响多大 当时就觉得有限 未必是全球性的问题 现在就不是 一下子去到日本 去到韩国 去到意大利 去到伊朗 最近连南美洲都说有 没错 传过去 我自己觉得 对疫情在全球的扩散 大家要有思想准备 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染能力是高的 如果日本 韩国 这些都属于亚洲相对先进的国家 医疗水平比较高 医生水平 医疗水平都比较高 它都可以一下子扩散 扩散得很快 韩国现在多到二三百人一天 最新的我们拍摄今天是三百多宗 其实中国以外的新冠病毒 已经多于大陆 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传播 所以我相信 这种病毒已经去到很普遍 不容易阻挡 因为现在说没有那些地方 都很难包有一些隐性的大病者 已经到处去 现在很多病了 想找源头 找不到 想源头截它 已经没有了 世界上还有很多医疗水平 卫生水平比韩国、日本的国家低 一旦传开 我相信 一发不可收受 也会变成流感 周围都有 即使是一些 条件比较好的 例如新加坡 他之前说 都叫人民有心理准备 这种新冠病毒 可能变成流行性感冒 每个人都有 去到那个时候 新加坡 这么富裕的地方 他都说 去到那个时候 不能跟你检疫 我们的医疗系统 怎可能 你电过一下 又把你隔离 他又隔离 谁隔离得这么多 他说 你没有什么病症 回家休息 集中力量 医那些重病 因为社会资源有限 谁不知道 怎样是最理想法 但是没有条件 所以我怕出现的情况 例如你去到 第三世界 真是的 你是重的 都可能 有排轮才有病床给你 普通的 就在家里吐 最后就看你的免疫能力 强不强 去到这样的情况 经济是否真的 会有很大影响 新加坡说 不会封城的 我们 对外形经济 靠对外感物联系 才会有生意 经济活动 停止 我们整个城市 就无以为计 所以可能那时候 不是很多国家 愿意付出很大代价 来制约病情的蔓延 不像我们中国大陆 停工停货停市 国安天命 看谁免疫能力强 不过也不用太担忧 因为病毒 也是会不断地学习 提升自己的前途 方式就是 降低自己的杀伤力 不要弄坏宿主才行 弄坏宿主 没有地方宿 所以我相信 病毒的杀伤性会下降 人的免疫能力会提升 将来可能这样去面对 如果不做太多极端的事 经济上的破坏会少些 我自己觉得中国政府这次 做得有点过度 以我来说 以中国相对 窮 不要说窮 第二大经济体 人们是窮的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去制约病情 围堵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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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显令到英明 代价很高 近几个星期国内 都要平衡疫情和经济活动 开始恢复生产 中央就放了声器 说可以恢复生产 我们很多地方 我在内地也有三十多个城市 有些地方的领导 仍然很审慎 我们说要复工 他说 你干什么 做地产代理 经常要跟人接触 要沟通频密 我只是打电话 他说你不要开盘 你不要带人看楼 你带人看楼 我就停你了 不让我带人看楼 怎样做生意 所以到现在 其实国内很多 很多未做得 你开盘 我们以前开的红盘 租大球场来开 几万人开 几万人感染 比法堂更厉害 所以他说你不要搞 我们差不多两个月 所以 人们估计中国经济 只是零点几%的影响 两个月 如果停够三个月 四分之一 年 是没有经济活动的 不是没有增长的 四分之一年 半至二十五 没有经济活动 不要说不严重 一月我们只剩四成多生意 二月现在看来 只剩十分之一 一成生意 一成生意 谁有钱赚呢 至少生意 有少少收入 所以 我们称为有积聚 但很多公司如果不是 有积聚 即是有储备有现金 都已经无以为计 我们都要靠发展商 发展商卖不了房子 他们不卖 但我要出粮 我要交租 所以内地现在的企业 其实是 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政府如果是要救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会有多大力度 怎样落到有需要的企业手 暂时说它有放水 先放水 顶一顶 放水也有好处 但是放水 足够的事 对整个社会 也有点 但是 是否落到需要的人手 现在的机制下 不容易 所以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内地企业的情况 都要留意一下 是呀 会造成的情况 就是一些大企业 反而有机会收购合并 变成 以前 例如地产发展商在大陆 战国时代 每个城市都有几十个 过百个 现在整一下整一下 可能 实大就做了一半 即是淘汰赛 开始 淘汰赛 开始 不如最后 说一下 这个星期 香港也有财政预算 希望政府 看到经济情况 也有点压力 刺激一下 施生 你要判断 市民 乘机拗着 你本来 派钱 其实你以前 有盈遇 即是你收突 你的需要 派给人民 应该的 如果收入少了 你没有条件派钱 收入少了 现在是逆周期策略 这个与传统智慧 不一致 你也要搞公司 管理公司 会否逆周期 你辞家 你家里有个人失业 子女多派给他洗 零用前家 不会的 公司都是 收入少 当然是开源截流 收入少的时候 派多些 现在收入少 如果真的要益经济 我认为益企业的效果 比益个人好 企业给了钱 会进行经济活动 会请人 一些人不是 要派多少 派一万 够不够半个月 半个月也不够 人需要有份工作 安安稳稳 所以要保住企业 才对经济有好处 你看美国在金融海啸之后 有没有派给个人 都是去救 AIG 救美林 救防利美 都是救大企业 控制失业率 是吗 那些不倒下 失业率可以保住 社会会稳定 就业情况要保障 企业一塌 你拖累我 我拖累你 骨牌 现在 希望企业能够继续运作 另一个就是 资产 不要过度贬值 通缩不会太严重 我相信要救一些出了问题的行业 有些真的很难救 例如平秀业 少了大量客人 你现在去救他 多多不够 你只能够淘汰一部分 剩下那批强的有办法 活下来 所以我自己倾向政府 政府是从救企业 当然现在民粹主义又说 你不够个人 不够企业 派钱就立即 连财政司 政治评分都上升 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个时候 政府应该 这时候没有条件做这些东西 做都做不久 应该预计什么呢 预计经济不好 申请社会福利的人会增加 我们就搞好安全网 不要到时跌下网也有个洞 我自己觉得 你一次过派钱 很难思虑周长 你帮人民 靠平时的福利政策 那些就会 残杂人士 有残杂人士 按需要 老人有老人的需要 你是按那些 现在你看 一人一份又有 一人一万 税又有得免 差响又有得减 送换 出商量 你怕以后没得出 现在出商量做什么 公屋又免租金 你惯了手势 每一次都要付 安撫民意多于刺激到经济 政府要被人看到 行事有宗旨有原则 你慢慢就会赢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觉得你 拗下他又有 习惯了以后又要取 有钱又派 没有钱又派 万应零丹 你派钱 你派一下派一下 就知道不是万应零丹 所以我不想给了个信息 政府派钱就可以搞定一切 这也不是长远解决情况的方法 我不用选票 所以可以得失这么多位 对不起 这些不好听 希望比较难的情况 快点过去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施生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支持我们股壇斯 记得到以外网站 给我们个赞 我们下星期再见 今次多点赞 發展 sits 有人 我们下星期再见 突然在近 我们下星期 超知 是 你 要 魅想 孤